南宋末年 七星大法 深受武林中人追捧 相传将七七四十九个 同男同女作为要因 方可恋成 放开我 赶紧放开我 放开我 站住 把那个女孩放下来 你们这些大人 天天欺负我们小孩 我说 有什么不可干的 我话还没说完呢 哎呀妈呀 真是扯的 哥哥 东北的哥哥 十年后 星秀老仙修得西星大法 从此星秀派一统江湖 这也有点太那个了吧 对呀 这个本钱下得太足了吧 把这个 凌六国边 王一天 出篇 六孺老仙 法力不边 恭迎师父出关 那么都下去吧 张小斐呀张小斐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没有丝的时候剁看看树 出门不带脑吗 告诉过你多少回 这个吸性打法就得靠练 不能偷懒 可是师父 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吸 老二 给他做个示范 刘胖子 上来 干啥呀 把你的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为什么 有好事 出来吧 出来吧 没有生命危险 我只用了三成的功力 快点出来 刘胖子 出来呀 二十多年饭都白吃了 好事 看没看见 看没看见 只要是戏了 就会有变化 给你们每个人布置任务啊 戏曲青壮年的内力 提升自己的功力 我闻着了一股烈武奇才的震气 挨卖越来越近 这样 把这个人让给小斐 你们两个棒棒他 走 这位先生 您有武功秘籍吗 我想学习武功 没有啊 谢谢 这位土地老 您好 请问我们这一带 有什么武功高强的门派吗 你到西南方向 那边有星秀 谢谢您 这是个男孩女孩 她就是师父说的 练武奇才 小哥哥 姑娘 我怎么觉得 我们在哪儿见过呀 是吗 我也有这种感觉 这就是缘分吧 既然我们这么有缘 那这便宜卖你吧 上一边去 小哥哥 你是想学西星大法吗 对啊 我就是来学西星大法的呀 那我可以教你啊 真的吗 真的 来 跟我学动作 把手 放到肩膀上 不是 放我肩膀上 你搞错了 是我手放你肩膀 你手放我肩膀 反了 真是一个练武的 旷世奇才呀 是吧 别人都这么说呢 你还真信了你 本来就是嘛 你根本就不适合练武 谁说的 你看我这儿 我有一堆武功秘籍呢 我给你看看 铁布山的发扬与传承 降龙十八掌的理论与应用 脚气的根治方 不不不不 这不是啊 这不是错了 等会儿 这个是什么 你别乱动我东西 这个对我很重要的 我都丢一个了 小哥哥 你看 这个是什么 这给你手快的 你直接给我偷了 真是 不是 不是 你误会了 误会什么了 我其实 你为什么能这么开心呢 大师兄 他是不是 就是师父说的 那个练武器材啊 是他 那你怎么不吸他呢 师兄 我这不是 怕吸不好吗 我帮你吧 不用了 师兄 你给我上一遍去 瘦的跟个刀懒是你 小伙子 你来我们这儿干什么呀 我想学 吸星大法 那不如这样 我来教你怎么样 好啊 真的 来 把你的双手 放在我肩膀上 哎 哎呀呀 哎呀 呦 什么玩意儿 刺脑是不是 嗯 再来啊 哎呀 哎呀 你有脚技啊 嗯 没有 再来 哎呦 你真要那么吸气走啊 不 对不起 对对对 对不起 我肯定不挠了 咱们再来再来再来 来不了了 啊 内功已经耗尽了 哎 不是 是我吸你还是你吸我 你别走啊 你干嘛去啊 哎 哎 你别学武了 赶紧走 我不走 你先告诉我 为什么不让我学 你还记得十年前吗 就在那边的小桥上 一个人抓了个小童女 后来碰到个小童男 救了他 结果小童男被抓走了 你怎么知道的呀 你就是那个小童男 我找了你十年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怎么了 我已经不是童男了 讨厌 谁问你这个啦 师妹 你在哪儿 糟了 我二十兄晚上就要来了 你听我说啊 吸星大法千万不能学 学成了之后 你吸谁就会像谁 拿我二十兄举个例子吧 前两天 他吸了个哭丧的 结果遇到点伤心事就哭 遇到点伤心事就哭 整得心里极其脆弱 发烧说胡话了 我跟你解释不清楚 总之你不可以学 小匪在呢 二十兄 过来 我听说了 特别难搞定 没事啊 有二十兄在 没关系二十兄 我自己可以搞定的 你搞定个屁 看着点 您就是那位 想学习武功的小伙子是吧 对啊 我是要学习武功啊 哎 这样 我教你武功好不好 好啊 我教你武功之后 你一定会特别有出息的 你的妈妈 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就去世了 是我二姑 把我养大的 太可怜了 从小妈妈就去世了 二姑妈的养大 太可怜了 小伙子 不是 她怎么了 没事 她玻璃心 那个 二十兄 要不你先走 不行 我告诉你 我是来完成任务的 小伙子 那么我就看看 你的资计如何 把你的双手 放在我的肩上 好 来 二十兄 她妈妈去世了 别整得没有用的 我告诉你 我是一个坚强的男人 不会因为一个女人 流两次泪 就是 我二姑死的时候 我也没哭 太可怜了 她二姑把那从小养大 承认二姑也去世了 她二姑去世了 你哭什么呀 那她二姑 得多难受啊 没事 我二姑父 比我二姑先死的 她怎么了 何老二 干什么呢 大老爷请你在这儿好 大师兄 你怎么又来了呢 上一边去 受得跟个蜻蜓似的 蜻蜓 你听我说啊 这小子很难对付 不过 我准备了这个 这根毒针 只要扎到它 它就会晕倒 到时候 我们两个就能随便吸了 一 别抖了我 你不抖你扎你朋友干嘛呀 老大你 不行了 老二 这小子太厉害了 咱们两个找师父去 别别别 别走 我还要学武呢 你快走 别学武了 我要学武的 他们俩是不会教你的 为什么呀 你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我是不会骗你的 不是 你到底是谁呀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十年前 在那个小桥上 你救的那个女孩 其实就是 她们人呢 站在那边 来不及了 快走 什么来不及了 你先跟我解释清楚 你告诉我 十年前的事 是谁告诉你了 而且那个女孩 现在在哪 她过得好不好 我一直在找她呀 她等了你十年 她知道 你一直在牵挂着她 她很开心 那她在哪呢 你看 看到那边那座山了吗 她就在那座山上 你顺着这条路 一直走 就能找到她 快去 真的吗 那谢谢你啊 赶紧走 别回头 张小肥 你这个叛徒 居然敢给我把人放走了 师父 师父 我不能惜她 师父 为什么 她救过我的命 救过你的命 江湖众人 哪来这么些儿女情长 白鲜色踏了 就算南门散得要是练武的奇才 我都朝夕补 走 师父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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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没有路了呀 相见识难 别亦难 东风无力 百花残 我来找你了 我是您的 快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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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先问问现场的观众 你们觉得这段表演怎么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翔兄 这个吸星大法 你明白了没有啊 以前看武侠小说看见过 郭老师要不要试试啊 这吸星大法 好啊 您跟黄老师试一下 来 咱俩谁吸谁 你吸我啊 我要吸完了你 我可就像你了 你就是郭麒麟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得干点正事了 建祥老师 作为他们的代班长 你会有三十秒的时间 给他们拉票 与此同时 各位拿起手中的选择器 投下宝贵的一票 来 计时 开始 我觉得这段表演呢 特别有意思 除了这个开场那段舞蹈呢 我没看懂之外 其他我都看懂了 无论是情节的设计 还是两位的表演 都特别的精彩 尤其是那段二姑父 他牵死了 把我乐坏了 大家多多投票支持 好 谢谢几位辛苦了 咱们再会再聊 谢谢 谢谢 各位再见 谢谢你们 其实我们最后 呈现了这个东西 就是想造一个意境出来 我希望给所有人 都是一个全新的 每一次 每一次 每次 每次 都会一样 请不吝点赞 欢迎现 You